A.S.C.P.E.05 Iris 冤尾 项目等级 Safe 特送措施 A.S.C.P.E.05 现居住于赛时期 并被植入最终装置 A.S.C.P.E.05 现实获卷与受认证的站点成员进行三级 特许社交接触 基于持续的良好行为 和与基金会人员合作的前提下授予 A.S.C.P.E.05的个人相机 A.S.C.P.E.05之B 被收容于赛时九高价值物品 储藏设施的保险箱里 标准主动防御措施 爆炸、生化及魔鹰 应在A.S.C.P.E.05之B处于收容时随时待命 A.S.C.P.E.05及A.S.C.P.E.05之B的接触 只能经多数欧五议会投票批准下允许 描述 A.S.C.P.E.05原名A.S.C.E.S.T.O.P.E.是一名欧义女性 记录指出A.S.C.P.E.05出生于 推算出对象在被收容时年龄为 最 她拥有金发臂眼 限高1.54公尺 重50公斤 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身体特征 总而言之是一名健康的正常人类 A.S.C.P.E.05之B是一台1982年出产的 保理来One Step 600相机 A.S.C.P.E.05之B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物理特性 总而言之被A.S.C.P.E.05以外的人操作时 是一台普通的拍力德相机 当A.S.C.P.E.05持有由A.S.C.P.E.05之B拍下的照片时 照片会从禁止图像转变为该拍摄地点的实时影像 A.S.C.P.E.05亦能穿过照片 并从拍摄的位置操纵照片范围内的物体 目击者报告称 他们看见一只无尸体的女性手掌 后确认为A.S.C.P.E.05 从一个看不见的传送门伸出并进行上述行为 A.S.C.P.E.05以及他所拍下的照片 被其他人使用时 没有表现出不寻常的特性 A.S.C.P.E.05已展示了透过其他照片操纵物体的能力 但表示在使用A.S.C.P.E.05之B时是最顺手的 傅如一 使用时的情况 A.S.C.P.E.05在他男友被谋杀不久后 引起基因会注意 A.S.C.P.E.05声称当他男友被杀的时候 他正在跟他通电话 促使他赶到他的所在地 但是电话记录与他的叙述不符 使他成为此谋杀案的最大嫌疑者 A.S.C.P.E.05随后告诉他的律师 事实上他是透过前些日子和他男友的合照 看到他被杀害的 该律师无视该辩词 并建议对方承认控罪 对象拒绝认罪 后来因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而被判死刑 对象从死球中被招募 并立即转移至特殊受容措施以确认他的能力 基金会员员从S.C.P.E.05的家中回收S.C.P.E.05之逼 以相同型号替换 并归还给他 进一步的测试证实了S.C.P.E.05的能力 随后他被移至赛事期 命名为S.C.P.E.05 好的 我的名字是Iris Thompson 年5月12月 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出生 很好 第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到你有这样的能力呢 我不太确定 不过我想大概是在10到11岁左右 我记得当时我看着一张海洋的照片 然后我发现里面的波浪开始动起来 当你告诉你家长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只告诉我是我想太多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你能透过照片操纵物体呢 头一次发生的时 我11还是12岁 或许吧 我的家人带我去大杂鼓旅游 我们回家后 我翻看着相簿 然后我不小心碰到照片里的一颗 在牙上的小石头 并推动了它 让它落入杂鼓 我还能听到它落下时的嗑大声 继续 之后我就成为了一名摄影 爱好者 我到处留影 但要不是我父母送了回一台 保利来OneStep600相机 我从圣诞节就一直期待着 我通常都不能对他们做些什么 我拿到那条相机后 照片就变得更容易互动了 那就是我们称为1050B的相机 你的私人相机 是的 长官 你一次能注视多少张照片 我曾试过一次10张照片 但我觉得我能做得更好 你对在基金会中这段长时间的印象如何 请你回答 我们不会因此而见怪于你的 就类似于新的存傲 新的狱族 但我知道这比原来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要好点 你在这里的一段时间里都很合作 我是那类很守规矩的人 我也喜欢做那些实验 那些我从未想象过的东西的照片也是 Iris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些问题吗 我不知道 长官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特殊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 你就能离开站点前往外边的世界 而我们只需要你一点点的帮助 你有兴趣吗 记录结束 复录3 与机动特殲队Omega-7的服役时 Iris 是第二名被主动吸收进机动特殲队Omega-7 潘朵拉聚合的人形生物SCP 不同于负责攻坚行动的Apple小队 和SCP-107-6-9-2有关 Iris 小队主要负责侦查及情报搜集任务 Iris 小队和Bowler委员会合作完成超过20个任务 从所有迹象看 这些任务迅速完成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首终SCP-105被牵涉在内的记录事故 涉及一次由Iris小队负责的侦查任务 宣积至Weiwork的指令 SCP-105兼具使用它的能力进行暗杀行动 即使博物委员会的成员重复试图寻求它的合作已始无始 在此事件中 SCP-105变得情绪低下 并企图欺骗基金会人员使其相信它的异常特性已经消失 D 博士提问报告建议将SCP-105重编辑为Neutralize 在进行记忆消除后 犯规到社会中持续监视 此建议被拒绝了 在此之后 D 博士在意识宋失效中 协助SCP-105逃离基金会的激压 此次失效与失败告中 SCP-105已被重新收容 事后访谈证实 D 博士可以鼓励SCP-105深深持续异常能力 SCP-105重新展示它的能力 作为交换 它有限度的权限被恢复 随着潘朵拉织合计划被终止 所有的机动特权队Omega-7小队被解散 而SCP-105则会到37里 因它带来的安全风险 它现实不允许接触SCP-105之逼 所有关机动特权队Omega-7的资讯 根据记录及资讯安全行政部的命令已被封存 主管 记录及资讯安全行政部 附入4 特别注意事项 当前资讯限制状态 在事故R1300赛17之后 很多关于SCP-105 及加上其余机动特权队Alpha9 有联系的正式或非真实的报告被提出 这些报告对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 所有关于机动特权队Alpha9的资讯获取已被限制 所有关于当前对SCP-105异常性质进行的研究的资讯获取已被限制 最近和当前所有关于将SCP-105视为基金会资产的报告和传闻被视为绝对虚假 并应上报给记录及资讯安全行政部 主管 记录及资讯安全行政部 以上就是SCP-105 简单地说SCP-105是一位年轻的女性 也有用照片监控以及操作物体的能力 她原本是机动特权队Omega-7的一员 之前在讲SCP-1076的时候有介绍过 机动特权队Omega-7是一支以SCP-076-2亚伯为核心的机动特权队 而SCP-105利用自己能力的优势 在一场比赛中击败了亚伯 获得了亚伯的任何加入了机动特权队Omega-7 机动特权队Omega-7最后在一场事故中全灭 只剩下SCP-105和本来就不死的亚伯 这个事件后Omega-7被解散 技术上的说法是亚伯破坏了炸弹项圈 并且屠杀了队员 最后基金会不得不启动设置在战典内的核弹 不过在重申计划中 这个事故被称为零点事件 并做出另外一种解释 重申计划中基金会为了应付危机情况 再度征召了SCP-105 成立了机动特权队Omega-9 下一支影片没有意外的话 会来介绍Omega-7零点事件 和机动特权队Omega-9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用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为SCP-105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